今天咱们尝尝这个某栋来同款的这个大饼啊 黄金万领的大饼 这一个足足有一斤重要 咱掰开看一下 哇 哇 它里面还拉丝 它里面有雪妹娘 红豆还有咸蛋黄 它最里面这个一层是咸蛋黄 然后是雪妹娘 然后是红豆 然后是外边这个饼皮 我们来尝一口啊 沙沙绵绵的那种口感 我用微波炉加热了30秒 哇 还能拉丝 里面这个咸蛋黄特别的香 吃起来是那种咸甜口味的 一点都不会腻 外边的这个皮儿 也是属于那种糯糯的口感 不会干不会硬 就那种很糯的那种感觉 哇 整体的口感就像沙沙的那种 粉粉面面沙沙的那种口感 它这个外皮儿吃起来的口感 也特别像咸蛋黄那种 听说这个大月饼在某超市里边 真的是一饼难求呀 每次去的话都买不到 其实真的好吃 姐妹们 这么大一个才十几块钱 咱们可以尝一尝 先拿去外皮儿身上 哎 很糯很糯 面面的那种感觉 好吃 是我喜欢的口感 就是有一种在空口吃馅的感觉 你都感觉不到它皮儿的存在 就好像你一直在吃馅一样 我可以尝一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